那另外吉隆坡昨晚有将近两千人出席了第十三届亚罗街驻庆天宫诞祈福大典 那主办当局准备了十九头烧猪来敬奉神明 早期亚罗街只有少数人拜天宫 随着拜天宫庆典越来越有规模 也成为了堪称是吉隆坡最大型的天宫诞庆典 吉隆坡亚罗街天宫诞祈福大典 昨晚迎来第十三个年头 这场堪称是吉隆坡最大型的天宫诞庆典 有精彩的歌舞表演 当然也少不了烟花和爆竹助兴 吸引将近两千人共襄胜举 虽然亚罗街最近半年因为游客量下滑 导致生意量下跌 不过小贩大方赞助祭品 今年就报效了十九只烧猪祭神 烧猪比较多人报效了 然后那些水果 山生之类的 很多人会报效给我们去拜神 晚间十一点 信徒聚集在四尺宽 九尺高的天宫座前 高举着香请天宫下凡 信徒手持四只香 祈求天宫保佑民众四季平安 大多数都是福建人多 不过这个是小贩中心 小贩企业中心 所以他们每一个 每一个家家户户 他们的小贩 他们打出钱助力 来去支持拜天宫仪式 祈求他们的生意好 这种东西 有吉隆坡 有彭亨州 仪保那些 就其他州朋友一起来拜 凌晨两点 信徒在祭典道士的带领下 展开送天宫仪式 道士高举绳边向地上拍打 为天宫开路送神离开 拜天宫庆典是亚罗街的年度盛事 是新春期间热点活动 有助提升五级免灯的知名度 也令亚罗街更广为人知 八度空间黄历会吉隆坡报导